我们人类的介入就帮助了这个大型包种群数量提升 也是做出了很多工作 那从您的角度来讲 这个工作为什么会如此的重要 主要还是扩大我们的发生的一个种群 包括我们的巨洋种群 以及我们的这个野外的种群 我们巨洋种群扩大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样一些大型包呢 放到补充一些野外的一些小种群 扩大小种群也是有一定的方式的 主持人 我是熊猫机器人悠悠 我现在是在外景地 为大家做现场直播 我来探访一下我的兄弟姐妹 人类对他们做了很好的保护 你看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多安逸呀 通过数十年的努力 大熊猫保护工作已见成效 野生大熊猫数量达1864只 圈养大熊猫数量已达633只 中国建立世界上人工种群个体数量最多 最具活力的圈养大熊猫数量 最终目的是实现野外种群的可持续发展 让这一股老的节鱼物种继续延续下去 大熊猫用来吃 大熊猫 并不客气 大熊猫 大熊猫 多小熊猫